发现敌隐蔽惯射上 上级命令火箭立即前冲 刚刚抵达训练海区 敌情通报接踵而至 舰艇指挥员根据目标方位要素 向各站位下达指令 舰艇快速占领攻击阵位 主炮拇指 敌火力点 方位184 光电秒点正确 自动射中射速 试射一组两方 放 放 主炮射击完毕 声纳兵发现一次水下目标 通过信息比对 排除暗交 沉船等干扰因素 判定目标为敌潜艇 舰艇迅速调整航向 并发射水声对抗器材 对目标进行干扰 看越岸车水的对抗 第一组第二组发射 发射 夜幕降临 主炮夜间对海射击训练随即展开 光剑看见目标 光剑跟从好友助缘 起点火炮 放 各部位密切协同 目标被成功摧毁 在连续多天的训练中 平顶山舰还围绕海上轻武器射击 时射干扰弹等多项实际使用武器客户 及航行操纵客户展开训练 我们通过构设极难写真的战场环境 进一步提升了官兵处置特型 驾驭装备的能力 同样是在黄海海域 由导弹驱逐舰贵阳舰和导弹护卫舰 宜昌舰组成的舰艇编队 正在进行对海上目标实弹射击训练 经过编队密切配合与共同打击 海上目标被成功击毁 在连续三天的海上训练中 编队先后组织航行补给 联合搜救 以及导弹攻击等十余个训练科目 我们今天实战 设置战场环境 例如最艰苦的条件 最简洁的情况 把指挥能力练强 把战斗本领练好 把战斗作风练硬 加快提升舰艇编队海上作战能力